雙北就是重災区嘛 那台北市政府昨天进行了四级警戒封城兵棋的这个推演 市长柯文哲他就透露了 昨天有科技大牢致电特别就是提到了ICT 也就是资讯与通信科技 是台湾重要的输出产业 那一旦停工真的就是不得了 不止台湾恐怕是全世界都会受到影响 而柯文哲则是以万华为例 强调目前全市每10万人感染人数低于400人 只要不超过这条警戒线 那双北目前还没有升四级的危机 三级警戒超过两个礼拜 北市空乘计恐怕还得继续 而且台北市长柯文哲还加码进行四级封城兵推 特技接着打电话给我 他说ICT是台湾的重要的输出产业 特别多在北台湾 你看这ICT在我们台湾股票市值 以前差不多45% 这个一停工你知道 如果ICT不能出货就不得了 但是不是只有台湾全世界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所以他说停工这件事情 你绝对要很神圣 我也同意 停客不停班 以及让家长两头烧 如果真的进入四级警戒 除了食物医疗非必要不得外出 维生防疫工作之外 全面停班停客 甚至所有聚会都喊咖 交通方面七十一处桥梁杂道 都会设置管制点 禁止车辆进出 捷运与公车不跨双北营运 Ubike同样不能骑 以万华为例 客户者认为只要感染人数 每十万人低于四百人 就没有进入第四级的危机 但双北市民面对可能的封城传言 早已信心溃提 传统市场采买 忍不住要多带几把菜 赶快趁今天赶快过来买 要不然明天到时候真的封城了 到时候真的就什么东西都买不到 他还是很担心 家里有老年人他也不太能吃外食 就一定要自己煮 要囤一些东西 虽然还没封城 但人心惶惶谣言纷纷紧张 程度早已上看四级 这综合报道 所以台北市昨天就举行的防疫四级警戒兵推 那新北市长侯友宜就表示 封城升四级是中央的权限 那新北从去年就已经开始备战 已经做好了准备 不过这段期间 其实大部分的民众都是非常的自律 如果疫情控制得宜 那就不需要升到四级警戒 那临近双北的基隆以及桃源 也都表示了会做相关的规划 但是不会兵推或是实地的演练 那金融市长林又昌 他是担心会因此爆发了双北市民逃亡潮 好我们就持续来关注到 现在新北市的分析确诊者足迹 就发现了传统市场占了38% 所以等于传统市场现在是沦为了防疫破口 那金融市长林又昌 他30号就开出了第一枪 他宣布所有的市场执行自主分流 那就是依照身份证字号的尾数 单日就是单数 双日就是双数去采买 那分流做法获得了台中高雄跟进 另外台北市则是建议一周两次 那新北市呼吁少去 要去就是一次买足 原警举牌宣导只见周末市场 一早依旧涌入人潮 不管里长怎么广播放也忘去 采买民众罐头传动 根本很难控制 更无法保持社交安全距离 传统市场儼然成为防疫大破口 北市府决定实行分流停摊 呼吁民众一周采买两次 也会派警力巡视控制人流车流 行北确诊人数居贯 菜市场也是一大隐忧 板桥国庆黄昏市场 原本人潮满满 但公布为确诊足迹后 人少了许多 但周末假日就算雨天 还是有不少民众陆续来采购 同样在板桥的滑江市场 民众提大包小包 一样照买不误 行北市府也劝导民众一次购足 减少往来次数 原警会现场管制人流 禁止汽机车进驻 特定路段 之前都是你连骑车都骑不进来 现在是连骑车都可以骑得进来 所以我觉得人相对少很多 船也没有说很稳定 看起来心里上会怕怕的 很多的地方就不要去 但是这个摊子 你也没办法去避免 而基隆最大传统市场 日前因疫情修许 30日恢复营业 基隆市场首提用身份证分流 如果自主进行效果不加 就会强制执行 而台中地区也根据宣布 续程分流运动 按身份证号为数单数民众 三五日残 双数则二十四六采购 地方方法不同 各自要求都是要彻底 减少民众外出 接触机会 避免疫情在市场作怪 再有变数 就综合不到 本土疫情是持续新增破百 那全台升三级 但是在高雄的指标性六合夜市 生意真的是惨到谷底 从2019年人潮爆棚到直升下零星的人潮 到现在根本没有人敢去逛夜市 那摊商就喊苦生意不到一成 就算市府推了外送进驻 其实也没有什么效果 那摊商就很无奈 虽然收入是大幅的奏减 但是还是加减摆摊 求能够温饱顾三餐 傍晚时间国际级的六合夜市 摊商出来摆摊了 但每个人表情无奈 因为生意惨细细 村没一成 那时候那时候 没移住的时间 还有五六千 现在就赚六千八千 小吃摊生意以往抢抢棍 一个晚上营业额都能破万元 现在不到一成收入大幅奏价 不少摊商干脆收摊 一整排店面挂出招租广告 但本土疫情爆发这时刻 根本没人敢进场 这里租金一个月很贵 六合夜市现在根本没人 2019年还没疫情的时候 逛夜市人潮爆棚 想挤都挤不进去 但2020年国外疫情严峻 以观光客为主的六合 只剩零星人潮 现在2021年本土疫情风暴 连本地人都没人来 摊商满度心酸 剩不到一成 那这样怎么维持生活 那也没办法 现在疫情那么严重 六合夜市从辉煌到暗淡 就算市府曾推外送服务 还是没能让六合夜市起死回生 最后的一线希望 就是盼疫情快过去 让生意回温不用再苦撑 既然SNG小组高雄报导